成立了一个据点 这个据点的名称叫 弃而不舍休息站 那地点是在哪里 就是在我们主地公庙这里 它最主要是回收你家里不用的家具 不用的家具 那如果说你有不用的家具 你认为丢弃了很可惜 你可以拿到我们的据点 我们的据点中心在中心提会所的二楼 那这部分由我们村长 请我们专业的师傅 把你丢弃的家具 做一个修复完之后 我们村长还会依据这个家具的大小 会送给我们平库来使用 所以我们讲的 我们的环保就是这样弃而不舍 如果说你要换新的家具 你真的用不到 麻烦我们村民们 送到我们中心提会所二楼 我们有专业人员帮你修复 顺便帮你的爱心 送给我们低收入户的村民们来使用 这个据点成立是我们桃园 桃园县的第六个据点 那也就是说跟大家报告 表示说我们中心村 我们在我们盆中展的代理之下 我们走在环保的建兵的最前方 所以我们身为中心村的议员 我们一定要热烈响应 各项的环保工作 这边做报告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两分钟 我们节目要正式开始 我们所有的村民们 我们享用完加油 我们要谢谢我们环保志工 为各位准备的加油 我们是不是以热烈掌声 谢谢他们的爱心 也谢谢我们中心村办公室 关怀拒绝的所有志工好姐妹 再一次谢谢你们 其实任何一个活动 如果说没有我们的志工朋友来参与 这个活动绝对放不成的 那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样 就是要有这热心的人 我们社会活动才会热热起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表扬我们的志工 不管是妈妈也好 或者是爸爸也好 因为他们的付出 让我们经验更美好 我们吃得飽飽的 待会还要手提的摸彩的礼品 满载而归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志工妈妈们 我们晚会即将开始 环保之风 我们环保之风 如果说地上有垃圾的 我们马上要减实起来 给我们地球有一个最干净的 有一个最关净的空间